第123集 在整片东荒大地 只有几部古经记载有这种四境界锤炼一气的深奥秘法 一般的修士根本没有机会触及 不过 纵然是掌握有这几部古经的圣地 与荒谷世家 他们的弟子也很少有人敢这样冒险 因为机遇向来与风险并存 想要得到的更多 付出的代价同样可能无法承受 以四境界来锤炼一气 古往今来 绝大多数人都是一气无成 白白的蹉跎了岁月 没有自己的气 便不能欲误 与废人相差无几 故此 圣地与荒谷世家的弟子 也很少有人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枯海境界时 也凡不需要做决定 只需要专心致志的锤炼顶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已经破入命权境界 气并未成形 他不得不做出决断了 虽然充满了艰险 可能到头来一生无成 但我已经没有了退路 选择记练顶 就是因为想得到最强的气 他日 可能会运生出天地中的盗鱼里 以四境界锤炼一气 与我的选择并不相悲 且可以说很一致 我没有道理退缩 叶凡 并不担心别人 且多自己气少 而出现窘状 他详细 岛经所记载的一气破万法 我花开后百花沙的壮语 希望大气晚成 而非一声蹉跎 达到命权境界后 便可以在天穷上飞行 叶凡开始考虑 去荒谷禁地走上一趟 不过必须要准备充足 不然的话 那里很有可能是葬身之地 他并没有急于出行 而是继续留了下来 巩固自己的境界 修为突破后 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东府被叶凡挖掘得不成样子了 为了获得火煞中的灵能 他一直开凿到地底深处 险些将火煞引他喷发上来 时间匆匆 叶凡又修行了将近一年 整条火煞都被他炼化的近乎干涸了 他的境界彻底稳固 且稳步提升了不少 那咕咕而涌的神拳更具有活力了 当然 这并不是最大的收获 最让他感觉满意与激动的是 顶的粗胚被激烈成形 借助奇异的火煞灵能 经过千百亿次的锤炼 三足圆顶终于出城 来到了这个世界 看来 想要将气激烈成功 需要奇异的灵能方可 毫无疑问 各种神火智能最为有效 就如同现实中铸造兵器一般 需要火源熔炼 才能锤炼出神兵宝刃 而在体内注定 亦是如此 在叶凡的苦海上方 一尊小鼎的粗胚 有樱桃那么大 灿灿神灰全部内敛 看起来古朴而自然 近一年来 经过千百亿次的锤炼 反复摸刻绿铜上的道纹 小鼎已经具有非常不凡的气象 给人一股道运天成的感觉 叶凡心念一动 小鼎顿时冲出体外 无声无息 轻易洞穿厚度 足有十几米的石壁 直接冲出洞府外 悬浮在天空中 一尊顶两个耳 三只足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赴阴而抱扬 好 好 好 叶凡非常满意 古朴而自然的小鼎 让他有道法自然的感觉 似真的已经运生出天地间 道雨里 显得神秘而又玄傲 我期待一气破万法的那一刻 小鼎出城 就已经算是一种强大的武器 可攻可守 无坚不摧 绿铜上的神秘道文 赋予了他奇异的力量 让他不断的蜕变 叶凡 已来到这个世界三年了 在灵虚洞天生活了一载 在这座洞府又修行了将近两年 他的身体长高了不少 能有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但是看起来依然很稚呢 像是一个十几岁左右的孩子 当年的短发已经有两尺长 五黑而又浓密 自然披散在他胸前与背后 随风飘扬 他看起来非常清秀 任谁也不会想到 这样一个少年已经是命全境界的修士 是时候离开了 叶凡回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洞府 然后贴着山林在低空飞行 向山外冲去 叶凡拖着一头水路 进入一座小镇 换了一些铅壁后 首先为自己选了一身合适的衣衫 两年来 他身体长高了不少 原来的衣服早已破旧不堪 称得上是蓝绿 进阵时被人指指点点的 再试修行 首先要做的便是融入红尘中 叶凡找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旁边那个桌位 围坐的几人 气质不俗 与常人有益 真正的修士与凡人没有交集 一般不会在世人面前显露不凡 纵然对面相逢 常人亦不知 很显然这几个人都是修士 秉承一贯的原则 不想惊动周围的凡人 正在低声交谈 除非灵觉特别敏锐 不然的话 常人根本无法听到什么 那妖地坟种真是太邪性了 两年多来死了无尽的修士 但就是打不开 装片洞晃都被惊动了 各大门派都曾派遣高手 前往那片废墟 但却根本没有办法 开启那座阴坟 主要是真正的绝世强者 心有顾忌 不敢随意出手 因为那座阴坟 非常的要挟 早已近乎通灵 除非有东荒人族的质保 不然的话 纵然有盖带强者 可以破解必杀之局 也无法定住阴坟 他会冲入东荒大地之下 如龙龟大海 将无稽可循 据说 已经死了三位大人物 是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两年来修士死伤无数 那座深潭简直 快被死尸填满了 纵然是大人物 也接连陨落数位 还有几位大人物 据说命在旦夕 叶凡非常吃惊 没有想到 两年过去了 腰地坟种 依然没有被打开 阴坟内的必杀之局 夺取了大量修士的生命 他一边吃饭 一边静静地听着 没有丝毫的意思 不想被那几名修士发掘 那座深潭周围 尸骨如山 完全成为了一片魔土 仅是远远的观望 就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那里怨气冲天 每一寸土地 都燃有修士的鲜血 既然那座深潭有去无回 成为了石山血海 为什么还有无尽的修士 前赴后继 不断地前往那里啊 没有好处 谁会这样不顾生死 那可是统一东方妖族的 一带大帝的坟种啊 里面肯定藏有无尽宝物 没错 连那些超人的大人物 都被惊动了 相传是因为妖帝阴坟内 有我东方人族质宝 荒塔 是那街 传说中可镇死仙人的荒塔 自然是它 不然那些大人物 怎么可能会不顾陨落的危险 冒死深入呢 整整两年了 各派的弟子早已发毛 生怕被调往那片废墟 可是各派却不肯把守 这样下去 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你们或许还不知道吧 据说连中州的人都被惊动了 近期有些神秘的人物赶到了东荒 难道 他们想抢夺我东荒 之宝荒塔 这倒不是 他们不会将手伸得那么长 纵然中州修士的实力 举世无双 压过其他死欲 但也不敢轻易与整片东荒为敌 那样的大战一旦爆发 很难想象会死多少人 据说 他们似乎是为了寻找 中州的一件质宝 不远处 叶凡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 不用想他也知道 中州的大人物们 肯定是为了神秘律通而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讲故事 谢谢